樂音C和E的頻率分別是256Hz和320Hz 即是樂音E的頻率比樂音C高 下列哪個是正確 第一樂音E的音調比它高 頻率高 因為音調 英文的同學可以看到pitch的字 音調其實是直接和頻率有關 頻率高就是音調高 所以第一句是正確 第二樂音E的響度一定比樂音E高 這個不知道 因為如果我們要看響度的時候 即是聲音大不大聲 英文叫Lowless 原來我們說在時波器上高 我們就說1號訊號就不太響 2號訊號就響一些 2號訊號2就高於1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的震幅大 就要在時波器上高 看到震幅大就是響度高 所以現在沒有顯示任何震幅 因為響度和震幅有關 Lowless和embo有關 所以現在看不到 樂音E的波長比C短 這個呢 我們說聲音 聲音是一個機械波 對不對 我們說在空氣裏 聲音的速度 是Z死了340 可以嗎 如果頻率2高於頻率1 即是說E的樂音 是320Hz 那麼波長2 就會短於波長1 所以E的波長比C短 是正確的 OK 今次聲音在空氣裏 是固定速度 頻率高的就是波長短 所以既然這個E音 是頻率高 所以就波長短 所以答案就是13 這個答案就是boy